傻子 我当然会下来陪你 你们这个让我试着怎么说 当然啊 就是曹薇宁是 蝉狼本狼 编辑部Reaction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周耶 在剧中饰演互相 我们特别为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我们给你颁了个奖 奖状 谢谢 有商人们对你的喜爱 就是剧照什么都很好看 所以有一些剧集封面都会用你 就是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吗 愿做酷的螺丝钉 一开始这个角色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阿湘是一个特别活泼 特别可爱的小姑娘 而且她像一个小辣椒一样 特别的冲 特别的可爱 但是阿湘又有另一面 就是她 内心比较敏感 比较脆弱的 还有她很有自尊心 因为她是在鬼谷长大的 是鬼谷里唯一一个 温客心培养出来的人 所以我觉得她特别的特别 以及她跟曹薇宁的感情线 特别的虐心 她和主人的就是怎么说呢 兄妹情也特别令我感动 是兄妹情吗 是啊 当然 是父女 她 温客行怎么说呢 也是兄妹也是老父亲 懂吧 老父亲 所以那怎么理解 故乡之于温客行 就是她对温客行的意义是什么 是女儿还是妹妹还是 其实都有 但是如果要说老父亲的话 就比如说 她送阿湘结婚的时候 就像送女儿出嫁了一样 你家白菜被猪拱了 是不是 就那种老父亲的心情 站在故乡的角度如何来看待 就是温州二人 他们之间的这个人物关系 周子舒对于温客行来说 就是她的一道光 你们这个让我怎么说 我来想看我用个什么词号 对 他们两个是知己嘛 然后他们两个也是有点 互相救赎的感觉 周子舒身上有钉子 已经快死了 在快死的之前 因为他所有的师父师弟们 都死了四季山庄的人 没有想到还能再遇到一个知己 还有师弟 所以是一个这样的关系 然后周子舒对于温客行来说 用顾湘的话说就是 我觉得因为她在的时候 你看起来更像个人 对 所以和陈琳之间的互动 就有观众说 那是阿湘从温客行那边 学来的教养孩子的方式 其实顾湘的一言一行 都是在学温客行 她的狠啊 她的怼人啊 她的阴阳怪气 全都是温客行教她 傻丫头 我杀人 你怎么混是是血啊 别人呢 在硅谷里面只有温客行 配着她 正派小弟子和邪教小母女 也很有意思 成林弟弟也是一个可怜人 因为故乡也是可怜人 她从小就是一个孤儿 然后被她的主人收养大 她每天就是对着成林弟弟说 哎呀你这个金豆侠 其实她都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 去激励成林 因为她从小 温客行就对她这样 就是说这些戏戏怪怪的话 她也不会安慰别人 所以她对成林弟弟也说同样的话 虽然看似在凶她 其实是特别爱她 特别在保护她 曹卫宁吸引阿湘的点是什么 曹卫宁她就是 其实她第一出场的时候 是震惊到故乡了 看什么看啊 怎么 你也想听拳啊 不 我想请你吃饭 这小子打什么主意 老温 温客行是 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对她好的人 突然一下 她来到这个人世界 没有想到会有第二个男人对她好 而且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想请你吃饭 顾湘是个特别爱吃的人 然后再加上慢慢的 曹卫宁替她出气 曹卫宁帮她挡刀 曹卫宁帮她做种种事情 就被曹卫宁所感动 她是这个世界上 除了温客行以外 第二个对她好的男人 所以那个恋女怕虫了 是不是放在这里也适用 当然啊 就是曹卫宁是 蝉狼本狼 所以她纠缠你的方式 是不是请你吃饭 对啊 请我吃饭 然后一直黏着我 黏着我 然后给我塞各种吃的 所以番外先会有吗 关于故乡的 番外呀 其实会有一点点 但隐藏在剧里 大家会看 要有小惊喜 如果有的话 就你觉得 当故乡的曹卫宁 他们两个再次相遇的时候 说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 曹大哥会说 你怎么来了 顾乡说 傻子 我当然会下来陪你 曹卫宁 假如你事不事出 都不让你娶我 那你怎么办 那就协持我 咱们私奔 结局我们大概都知道了 两条半街的嫁妆 是什么我们能知道吗 不 我也很想知道 如何理解 就是剧里想要呈现的这种江湖 这个江湖是有情有义 有恨 有爱 有复仇 也有释怀 就是江湖 就是这样的 这个角色是打戏还比较多 所以这个部分会不会比较辛苦 其实打戏还挺累的 因为我拍大婚的打戏 就打了三天 就是各种打呀 杀呀 但是我们有提前做一些武术训练 然后也有非常优秀的武术指导 武术导演 所以拍出来的效果还不错 而且我还觉得挺好玩 挺有意思的 刁尾亚什么的 学习训练的时间长吗 就是进组学了一段时间 我们都有很刻苦的训练 所以然后你的工程是那个长边吗 那个会不会用起来比较容易甩到自己 其实用起来的时候有时候会 但是由于就是要做特效的原因 大部分时候都是用一个把手 然后后期那个绳子会做特效 如果真的在现场用把手的话 不是会甩到我本人 是会甩到各位所有的演员 他们就啊 就你又打到我了 在接到这个角色之前有看过原著吗 看过 哦不 接到这个角色 接了 对对对 然后因为故乡这个特别活泼嘛 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设计一些小动作是吗 有啊 你知道古灵精怪的人花有多就很爱动嘛 所以我会设计他玩自己的小辫子 因为这是你第一次拍古葬戏嘛 所以有没有一点就是跟之前拍吉他戏不一样的体验 然后加上这次比较特别嘛 又赶上一期 嗯 其实我是觉得主要是装发时间比较久 然后衣服比较厚 然后拍打戏各种调威啊耗时比较长 但是拍摄的过程中还是很开心 你会觉得最难的一场戏是什么 最难的一场戏 呃 说难不难 但是还是大会那场戏我们拍了很久 要打要杀 然后呃呃哭戏爆发戏 然后结局戏 就全在这场戏上就是 这个角色因为跟之前那个未来就有比较大的差异嘛 是从你的体验来说就是演那种大致若语比较难还是冷面美人比较难 我觉得都很难 因为这些角色的差别都特别大 然后其实每个角色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嗯 你来说会比较想念哪个类型的角色 就是你自己个人的喜好是吗 我呀 希望演一个酷一点的角色 哈哈哈哈 最喜欢的衣服是哪一套 昏妆 紫色也有一套很喜欢 但是剧里应该就出现过一次 就是阿湘回鬼谷子时候穿的 因为我看到张哲汉的采访里有说就是剧主一开始是比较闷的 所以是有也是社恐人是吗 也不是啊 其实我们在现场很欢乐的 就是一开始可能就大家有点尴尬 有点害羞吧 但后来我们就可欢乐 所以拍摄 所以现场画最多的是谁 温客行 戏里戏外都是 所以拍摄今天有什么好玩的事情 好玩的是很多呀 就比如说有一次我拍一场戏 我给温客行打伞 然后那套衣服是紫色的 结果我就是拍完了之后 一脱衣服发现哇衣服掉色 我整个人都变成了紫色 就皮肤上都是紫色的 我知道是今天发的今天发的那个图 对对对就是那张图 嗯 具体现在反响这么好 就是私下也会分享这份快乐 会啊我们经常就是在群里面 呃说说笑笑 想知道你们的群名叫什么 我们叫天涯客客客客客 就江湖有流传的你的灵魂画手和灵魂歌手的素材 你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呃画的不好吗 画的不好 唉唱的不好我承认 我看见 夜空的翻 你觉得你的星辰大海和爱你无辜比哪个得分更高 呃 你有听过你的星辰大海 我们觉得我没有唱的那么难听 为什么大家要说我唱的这么难听呢 我真的觉得还好啊 大家都跟你们组合出道 杀变天下无敌手 爱你我孔 永远了 我孔 那还是爱你无孔 各位星际女儿有什么感想吗 谢谢妈妈们 你是课CP吗 课 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 你想做城里还是故乡 想做故乡 日常追剧喜欢看弹幕吗 喜欢 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弹幕吗 耳朵 各种搞笑的 好玩的 吐槽的 呃温公子寝自重 作为女年轻 出门必带的单品是什么 最近出门肯要戴口罩 因为疫情 不工作的话最喜欢干什么 躺着 一句话推荐一下山河里 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 赶快成为我们的山人分吧 台词还原一下 就是那一句 那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是谁 那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是谁 那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是谁啊 那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是谁啊